這些人才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現 不僅大大提升了 美國或台灣在防疫工作的成效 AIT署長麗英傑大讚台灣防疫人才 世界有名 世界衛生大會WHA開會倒數15天 最新是我國有幫宏都拉斯 主聯合國日內瓦大使 打電話給譚德塞 要讓台灣在15天後 大會加音 推特現在什麼最行 Tweet for Taiwan 美國政府單位 尤其國務院 國際組織事務局 帶頭矛起來 一天一瞥 幫台灣推一下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馬上用Tweet for Taiwan 說禁止台灣人 踏進聯合國場所 不只冒犯到驕傲的台灣人 有入聯合國原則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氣扑扑回推美國 介入中國內部事務 想藉此轉移武漢肺炎明月 No way 門都沒有 中國氣承仗 無法阻止美國推起來的動力 美國參議員盧比歐 跟著推一下 說台灣在世界衛生 要有更多參與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也加入推文 支持台灣參與WHA 外交部我們誠摑的感謝 美國的國務院 以及眾多的美國的友人 對我方爭取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堅定的支持 以及他們的關鍵協助 美方的券議的做法 有助於國際社會 能夠廣泛的了解 並且更加重視 將台灣納入WHO的必要性 美中為了為台灣推一下 官方帳號公開互嗆 阻止不了各國挺台灣 加入WHA力道 挺台灣聲音越大 中國越跳腳 三立新聞尤家瑋 陳家瑋綜合報導